三二零二年了 还有人在做这个 武装突袭三的入门视频 还行 各位大观大家好 我是零七 欢迎来观看这次视频 这次视频呢 我就 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我标题会怎么取 但是 它主要是一个就是 分享一些小技巧吧 就是让那些新人快速入门 武装突袭三 出一个视频的原因呢 是 自从我之前啊 吐槽过一次 那个 最 最最最最啊 我也不记得是哪几个罪了 反正是什么 最真实 最最什么有配合 最有那个 什么什么什么 沉浸感 什么之类的 最最最最的那个游戏啊 更新了以后 对吧 就 基本上很多人都不玩它了 就就打扰了 然后 但最近玩武装突袭发现 不知道是不是这群人就 转到武装突袭上来了还是咋的 反正就感觉武装突袭来了好多新人 啊 就很奇怪啊 就突然一下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十周年 呃这个打折力度非常之大 大家都买了 也有可能啊 不管是怎么样 就反正我 平常玩的这个多人服务器啊 就 哗的一下来了一波新人啊 就 嗯 然后 我就想再来就做一个事情吧 因为我在语音频道或者反正就是玩的时候发现有很多人有很多问题 也有可能是之前呃就买了但是没怎么玩的也有也也包括这种可能就是也没太完明白的 这是我也没玩太完明白这个视频的话主要就是我只讲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知道的一些啊 可能就是教学里也没怎么说的啊可能一些小技巧吧然后主要是跟步兵为主啊 车辆啊直升机什么的我自己都不是很会啊所以我我主要我以步兵为主所以我主要分享一下步兵的然后我看看如果不行我就给那个还是分段吧我想想还是分段吧就是把因为我会讲到不同类别的东西然后首先呢如果是新人的话 你进这个游戏啊我首先第一个就是你可以把这个这个你的这个叫什么个人账户可以如果你想改的话最好是一开始就改因为他是和你这个呃就是你的游戏的这些设定啊以及这个呃就是什么比如说战役的进度啊这东西是绑定的就是在这个右上角这里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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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头这里这里你可以选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怎么说就是一开始默认是有一个啊就是你自己的steam这个账号的这个呃 steam名称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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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但是你可以新建啊比如说我现在可以新建一个呃这个是这个这个这个视频的我会新建一个账户因为我自己是改过很多建位的 我尽量还是用游戏的默认建位来说比较好因为我也不记得默认建位是哪些的我今天用游戏的默认建位来说 ok 然后这边就可以选名字啊然后脸啊然后是否戴什么这个眼镜啊 然后还有这个扬声器其实就是你的这个人的这个说话声音啊 他会没选一种声音他就会有 他就会给你预览三三三三种饮料分别代表蓝方 呃 绿方和红方的这个说就是说话这在多人模式里面但是一般其实用不到啊不过你自己想 选的话也行 然后 音调的话就是 自己去选吧啊南方绿方红方 嗯 对吧这个是武装图系的这个经典头这些东西我就不说了这个如果有兴趣自己去查资料这个就 这个不在这个视频之类了ok 我就先选一个新存档ok新存档应该跟我编辑器没什么关系吧然后我 这些人到这个游戏之前呢先玩一下薰冰训练营啊 他实际上和这个单元游戏的这个战役啊 是 是是一样的啊就是这个一样的啊那我还不能选这个这个账户我要先签到我自己的账户 因为我要跟大家说就是战役啊他这个 呃 卡了一下这个序幕是一样的你在战役里面点进来玩这个也可以 呃我建议呢就是各位玩到这个损害控制 然后就可以不玩了 就是玩前面四关也不叫四关吧 也可以说是四关因为最后一关损害控制他是一个承接这个教学和呃官方的这个第一个战役东风战役的这个呃 呃内容就他没有基本上没有游玩的地方也没有新东西所以 建议就玩玩前面四关就行了 然后前面两关主要是一些基础训练然后外交关系主要是 呃教这个各位怎么识图就使用地图 要怎么定位 呃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最后一个这个局质紧张程度升温就是一个小型的 呃一个小规模交火 然后 呃 队友都比较给力所以但是敌人也比较猛啊如果是新人可能会有时候会死因为AI会穿草 玩家你可能看不到AI但是AI能打到你 他会穿草穿树 所以也可能会死但是那个练习一下就熟悉下在阿玛三里面的这个步兵交火是个什么样子啊 呃然后我 虽然我是换了中文因为我是把录这个视频但是我建议如果能看懂英文尽量换英文 因为这个游戏的中文他 不仅存在大量这个积翻或者说字面类意思翻译 甚至还有很多 尤其是这个如果各位想玩这种剧情 或者场景这种剧情的话 这剧情里面有很多汉话他那个翻译是就是和原句甚至是相反的意思他这个翻译是很差的官方翻译 所以各位如果有明经翻译也可以用 或者如果能看懂英文直接用英文更好 这是我一个建议OK这个说完了以后我们就直接进这个我刚刚 用别人去做了一张图哦我先换到这个 账户换到这个player 换到这个新账户啊以免我这个控制有有问题 呃是这个 特拉蒂斯啊 这个小岛 我刚刚是 做了一张 哦 他这个还是确实是跟这个账户绑定的就是包括你这个 呃任务也是绑定的那那没办法那我只能换我 自己那个账户 那这个恩键的话 怎么说呢恩键的话 我尽量吧我如果记得的话如果有差别的话各位我尽量就是 在说键位的时候我会打开那个控制的那个菜单去给各位看就是 呃 是哪个账就各位可以如果我万一说错了各位去那个地方看一下是哪个账啊 说之前我先进这个之前我先说一下那个就是界面 就虽然现在可能完就是刚玩这个教学但是可能没弄清没有弄清这个界面上那些东西是什么东西 呃其实各位可以在这个选项里面 选择这个游戏然后点这个布局 啊这个位置 layout布局 然后他就会有一个这个自定义布局这个地方呢他本来官方的作用就是让你比如说就是你可以自己拖动这些东西 就你可以把这些hut这些东西拖动 然后就是比如说 嗯你这个钱比如说这个飞机呀这个高度表什么的你觉得放在下面有点档式你可以放到中间啊放到哪里或者这些东西给我拖动都行我就习惯要默认的了 然后 呃 有很多东西啊但是步兵的话其实就不多了这些都是载具的和飞机用的啊这个呢雷达这种也肯定是飞机用的啊 呃这边的话他其实中文有说明啊所以各位可以自己去看比如说这上面是说的就是 你就啊 从右边说起吧就从步兵说起吧步兵的话这边 首先这一块啊这一块是你的这个姿姿势是气啊 就是你这个你目前的是个什么姿势啊比如说这个就表示是个站姿并且是一个架枪状态如果这个呃怎么说就站 蹲趴下这个各位好理解对吧就看这个人是什么样就行了啊如果这里是一个枪然后架子然后下面这里有一个这个这种这种 呃呃怎么说举行啊这个是实性的表示玩家现在是已经使用了架枪键就是放下脚架或者是单纯的架枪 没有架架情况下在靠近那种掩体的时候也可以用架枪就是相对是 人物把那个手啊就依托在或者说枪啊依托在那个掩体上 就架枪呃如果这个举行是个空心的表示是可以架枪但是玩或者说可以使用支架我就统称为架枪了可以架枪但是 玩家没有架枪就这个地方可以架枪但是玩家还没有架枪就是一个空心的标志 OK啊这里就是一个武器的标志啊有人这是 Corent weapon这个地方是讲是你目前使用的武器啊就是在上面这个名字然后下面这个几个几个这个呃这种怎么说呃 呃 虚线啊可以说虚线吧就是那种一段一段的线这个线段啊这种线表示玩家现在的射击模式 如果是五根线段全部满的表示是全自动 如果现在是三根线段表示三连发如果是两根线段表示两连发如果是一根线段表示半自动 或者栓动啊这是这个呃这个这个这个指示器啊就是目前你的这个 设计模式按默认是按F来切换你武器的设计模式 然后这个地方是你的弹匣数量以及你的备用弹匣个数 前面这个是你当前大家的数量对吧这个游戏 呃所有弹匣你都是能够清楚的知道里面还是多少发子弹啊这个是官方设定啊我这个视频只会讲 我不会讲任何mod都是就是原版的设定 后面这个是你的备用弹匣数量 注意他他这个 就只指你的数量而不止你并不会告诉你弹匣的 是满的还是没满的这个需要你去背包自己看 就比如说你可能有十个弹匣但是都只有一发子弹他还是会显示十就你还有十个弹匣但是可能里面子弹不满 这个需要你自己 呃去检查或者说你自己去记就是比如说你打了几个弹匣对吧 但是如果一个大家全部打空了 呃 玩家就会把这个大家丢掉 然后这个这个他就会减一 完全打空他就会把子弹丢掉但是如果 剩一发即使只剩一发他也会留起来 留留留在这个你的这个 服装或者说 弹挂或者说背包里 ok 然后这边是你的武器归零啊 武器归零信息 就是目前你的归零你的瞄准镜 或者说你的这个鸡瞄的三点一线或者瞄准镜两点一线你这个 指的这个位置 他是 多远啊三百米就是说你 在三百米 位置上你指指哪打哪 远了或者近了他就不准了就是你的归零归零也是可以调的按这个 等会我们我们会说啊 这边是你的这个手榴弹的你当前的投资物名称 投资物是切换的 你一次只能使用一种投资物 呃是可以按键切换的然后以及 这种投资物的数量啊 在这 下面这一栏呢就是你的这个体力 就是你的体力 体力的话呢 等会我在里面也会说 武装货席的体力是分 十条和虚条 啊就是 整个这一条是你的体力所有人都是一条满的 但是体力根据你的这个 负重不同会分成虚条和实条 虚条就前面这种这种斜线虚条表示在这种体力状况下你可以 你可以进行那种小跑 就是小就是慢跑 但是不能够奔跑不能急跑 等会我也会说到就是武装突袭里面的几种移动移动速度就是 他的这个步兵移动速度有几种啊分几种 而十条是你可以进行奔跑的这个体力 而前面这个位置这个有一个这个 一个小小箭头看 这种向右箭头 这个表示你 目前就是损耗了体力值 并且这个箭头呢有三种情况就是 呃一个两个和三个 同时对应的是你这个这个条啊是 白色 红色啊黄色还是红色 就表示当前的移动模式对你的体力的损耗程度 白色表示 就是当前的移动速度就是是缓慢的消耗你的体力并不是就是你感觉不是很累 黄色表示稍微有一些累你这个就是目前这个会会就是减化减你的体力减的会稍微有点快 红色表示当前的运动方式对你这个角色的体力消耗非常严重很快就会 就是他的那个减减减少的速度会非常快 红色一般出现在 上上山 上下山弄陡坡的时候 那个角色体力会消耗非常严重 当然这个奔跑的时候如果是在崎岖地形 就是 缓坡奔跑 也会比平地消耗要更快 就是上坡缓坡上坡奔跑 当然下坡的话呢你就 跑得更快 也也也稍微省力 这边是提示这个不说了 然后这边是你的这个载具的名称 这一根是这个载具的油量啊满的话是到头然后它会从右往左减少 然后这边五个表示你载具的五个部件啊 不一定都有但是大部分载具都会有就包括车体 第一个车体后车体 eng是engine的引擎 然后 instinst是 忘记了忘记了 然后 还就这几个东西啊 啊我后面几个都忘记了 说实话我开车比较少 呃总之就是说它是白色表示是正常 黄色表示是 呃损坏 红色红色表示是完全毁坏了 呃完全毁坏了就是那个部件会受损了 啊比如说引擎完全坏了你就根本开不动啊就这个意思然后这边是速度啊很简单 然后这个是 也忘了42米离地的高度吗还是海平面高度忘记了 应该是离地高度吧这个应该是距离地面的高度 我跟你说啊下面就是一些车辆信息比如说 呃引擎是否发动啊然后开没开灯啊然后是不是这种 呃在这个 进行这个 呃怎么说加速啊或者啊之类的啊这个什么远光能近光灯什么之类的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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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去尝试就知道 好这边就是你的这个 呃命令菜单啊就是说话你这个一般多人模式是没什么用单人会有一些用 下面是你的这个 当你是队长的时候你这个下就是你下级的单位啊会会发来这个地方啊 一号是你然后下面都是其他人 啊这个也是当队长可以用但是多人模式一般 呃如果是娱乐的话也没什么太多用啊 简单说这些 啊 这也说完啊啊我们再开那个 呃那个那个 嗯我刚刚做的一张图啊 就大概讲一下这些东西 呃打开 这个test 打开 OK 然后我们直接开始游玩 啊东西有的不好了 OK 首先进来我们从移动讲起吧 啊就这样一个一个地方 我们从移动讲起吧 那么我们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啊这个右上角都看到没有这个信息啊都在这儿对吧这个 有这个站 蹲哎爬 对吧 就像刚刚一样然后你看我这个对吧 白色这个表示我你看我体力耗的很慢基本上不好但是也在缓缓的扣你看 还是会缓缓的在扣 啊 黄色哎表示我这个体力耗的稍微快一点 红色的话这边可能没有地方可以展示啊 这个这个地形都比较平坦啊 这边是红色你看 在上坡的时候 在跑步就是红色啊 慢跑就是这个 黄色啊 上坡的时候消耗体力非常严重 体力管理是很重要的你在没有提的时候你会 当你 对吧在交火的时候困在一个 大平地上掩体都比较远然后你没有体力的时候 那就非常要命了 好然后我还有没有地方可以让我支撑一下看这个支撑 啊对看没有这个地方我没有架枪对吧所以它是一个空心的矩形 对吧然后这个下面这个脚架这个这个这个样子 对吧 你看这个脚脚架对吧这个就表示哎可以架但是我没有架 啊如果架枪是按那个C键如果我架了枪哎 就是这个 实心 架枪以后它的这个视线就这个位置会不一样 因为我们切到第30层啊第30层是要 小键盘的回车键这个是默认键不用怀疑 啊小键盘的回车 架枪以后你看因为人物的姿势会发生改变啊会发生改变 因为他会去就聚将就聚枪嘛一样嘛就是他会用这个走步啊你看会架到这个上面去人物的这个 所以各位这个瞄准极限可能会有变化啊你的这个 而且你这个架枪以后啊 你这个瞄准的这个范围也会有变化看没有你你不能够描得太高也不能描太低 否则的话就需要你取消架枪状态才行 就架枪以后你的这个描 枪会变得更稳定但是你的这个瞄准的范围会受限 如果你是脚架的话 你这个因为我现在是手肘在这里架枪 就还好如果你是用的是机枪的话脚架的话你的你的范围会进一步受限 因为脚架的话你这个枪没有那么灵活 但是架枪以后枪会飞上我 ok 好那么说完这个我们就来说这个啊 自由视角是按住左边的at这个游戏五转户三 他的shift control和at都分左右所以记住你基本上左还是右啊对 各位建议用一个全全键盘来玩游玩这个游戏 他这个游戏需要用到全键盘上所有的键 基本上几乎是所有的键 甚至还不够他有很多组合键 ok 左边的at键是控制这个视角移动 就是你的人不动啊在 头再转 头跟着转 第一人称也是一样啊你头也在转你还可以看到你自己的其他部分 然后呢 双击左边的at就会变成这个就是 按住at你就可以 自由看 但是双击at以后 你就不需要在at了他 他就是把你这个鼠标切换成这个视角状态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用鼠标控制你的身体了只能控制你的头 呃 在比如说 有时候你需要 长时间的 观察但是你自己不需要动的时候 或者说你的移动方向暂时不变但是需要 周围观察的时候比如说我一直往前走但是我需要 四处观察那么你就可以用这个 呃 按两下at这样的话你手会轻松一点手可以干别的事情 对吧然后这个时候你鼠标就是在在看其他东西 啊但如果是 你需要随时啊对这个情况做出反应对吧比如说就在交战区了 可能你看到敌人马上就要开始找掩体 那么你就可以按住at啊稍微看一下啊发现敌人马上就 按住at发现敌人马上松开然后我们就改变这个移动 注意这个他这个 at按住以后松开他有一个延迟的你不要马上 改变比如说这样 你这样 对啊他马上过来他会有一个延迟的 这个游戏的按键他是有 基本上都是有延迟他 呃不像 就是 怎么说呢 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灵活不像很多设计游戏的人物动作很 顺滑很灵活他 这个有一点节奏稍微偏慢啊有点 有点卡卡的那种感觉啊 这是游戏的特性 OK 说完了以后我们来说这个 移动速度啊这个游戏的移动速度呢我个人总结是有四种速度啊 从快到慢 这是我给他的命名方法 不一定是默认方法也可能别人说的不一样 这是我的方法 但是我的明明啊但是 他的那个速度是一样的 他不像塔克夫那种就是按滚轮或者什么样 呃切换你的那个移动速度他是只有默认就是 标准的四种速度 根据你的负重不同速度会有各有不同 OK 他分别是这个 急跑 也奔跑 然后呢普通的跑 然后呢是这个 慢跑或者说小跑啊 或者我有时候我叫他战斗速度 也我们也可以叫他小跑 呃第四种是走路 OK这是四种速度 那么四种速度呢 他又他部分他分属于不同的系统 首先这个 普通的跑和小跑是属于同一个系统他是可以进行切换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普通的跑 这个跑特点是什么呢 速度 呃没有很快但是也比较快 但是呢他的缺点是这个武器 我们看到他的人物的武器是朝下的他不是指向前方的 也要说如果前方突然出现一个目标 那么你按左键的时候第一下 不管你是按住还是单击他第一下是会把武器 放到前方但是不会开火 他只是把武器放到前方 你需要 再点一下他才会开火 这样的话就是什么你的反应会慢些敌人突然出现的时候你 无法立即开火 对吧你看这样 点一下他只会 把枪拉起来 然后如果过一下如果按一下我现在是单击一下鼠标左键 按一下 他会拉起来然后他又会回到这个 这个这个情况就是回到这个把枪朝下的情况 这个是 普通的跑步 然后 如果是 小跑呢就是我们双击 C件 zxc的c件 双击c件 双击c件以后呢 我们的普通我们的移动就会变成小跑 就和刚刚我们这个 跑步的时候按一下鼠标左键以后 这个短暂的这个 这个这个跑步的 速度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小跑 人物会一个小碎步的形式往前跑动 这个时候呢速度也不算很慢 但是 角色是把枪 始终指向前方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前方出现敌人 我只要按一下左键 立马就能开火 立马就能开火 他这个反应会很快的速度也不算很慢 对吧 这是一个小跑 在这种情况下你的体力消耗和你的这个 会比你这个刚刚的跑步要小一些 这个是 就是两种 跑和小跑的切换 这是两种 切换 好 其次就是奔跑 奔跑的不同于这个跑和 跑和这个小跑 它是一个 就像 一般的设计游戏那种切换状态 就是 就是我可以这个 直接 就变成奔跑 默认的情况下呢是双击W 双击W 以后你的你的你的任何你的向前和这个就你的向前移动就会自动变成奔跑 奔跑情况下 我们把这个我们先把这个 呃 视角换成这个就是自由视角 就是说我们不控制 呃身体转动了 在奔跑情况下 你的武器会 进一步 往下收 就是你的视野里面 你看视野里面是看不到 武器了 在这种情况下你是无法进行开枪的我按的左肩按住左肩 不管怎么样他都不 无法进行开枪 在奔跑模式下你是无法进行开枪的 啊 当然你也可以自定意见啊我不知道默认有没有这个键但是 呃我是 就是用了这个社服的啊社服的就是切换 奔跑就是短暂切换奔跑 就我按住是奔跑而松开就是普通的跑 呃我不知道默认有没有这个就左边的社服的如果没有的话我 推荐各位去设置一下在这个选项里面 呃空件 然后选择这个 步兵移动 呃这边有个快跑对吧 默认这个二层达不流量双击达不流啊这个切换是有的 左社服的快我不知道有没有如果没有建议各位加上这样的话呢 就是有的时候你需要 就是跑步但是你要你要需要很快的切 就是说随时切换到普 这种跑步状态情况下可以用 如果是长距离的移动然后用快跑的话那你就可以用双击达不流对吧这样的话就 呃 无所谓 因为双击达有个什么不好呢就是呃比如说看到敌人然后你要停下来然后你想一边开枪一边找掩护的时候 就比较麻烦因为你的 前进键依然还是奔跑你还要按两下W切回来啊这个时候呃你的 剑越多你出错的可能性越大啊而一旦出错一般来说近距离一般来说交火情况下你出错越多你死的就越快 就这样OK然后最后呢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刚说走路走路了就是 呃我不知道默认默认应该是这个吧 走路呢是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战斗节奏切换啊就是这个就是两种跑步速度就刚刚我说的 走路的切换是这个左看左边的Ctrl加C啊默认也是一样的 做他是切换切换完以后呢你的前进就会变成一个缓慢的走路 这种情况这个在 呃近距离作战啊非常有效这样的时候你的移动会非常慢但是你的这个 这个你的这个准线会非常准当然了 这个游戏啊这个另一点对吧各位看到就是根据你这个 枪移动的速度他的这个准心扩大是不同的 你费你很快甩过来他准心扩大是很大的 你很慢的甩的话那这个 准心扩大会很小 啊当然这个十字准心是这个默认难度啊在多人模式里面 呃根据服务器的不同有些服务器是没有这个 就是不显示这个十字准心就是没有这个十字准心啊就只有一个空的枪 但是他这个实际上还是存在的我开了这个十字准心只是为了让各位更容易理解 如果你枪甩的越快 你甩完以后的那个 子弹越散就是那个越不准 就这样然后你在走路状态下的准心你看扩散是很慢的这样就 能够 对就是如果突然出现一个敌人比如说这样 突然出现一个跌 对吧 你马上就能开火 很快你就能开火 比如说这个这个角落的敌人对吧你你这样你这样这样慢慢 说过来看点马上就能开火非常快反应 呃然后按住c就是切换回来 同时在即使你切换到走路的状态啊 你按两下w依然还是能够就是 立马切换到这个跑步状态 所以他是他基本上是三个系统啊就是 小跑和普通跑的切换 以及这个跑步 还有就是奔跑啊 然后还有这个走路啊他是一个算是三个系统 这是四种啊这个有什么四种这个 呃 战斗速度的这个也不叫就叫那个移动速度啊 有四种 OK 然后呢海鲜呢其实教程里面说过但是我还是可以再说一下就是 这个 设计模式对吧武器是有设计模式的比如说 像这把墙啊他有这个 半自动 按一下打一发和全自动 两种设计模式 OK 好 如果他有下如果是有下挂榴弹的武器啊那么他还他在切换的时候可以切换到下挂榴弹 也就是他有三种设计模式 如果是这把枪加一个榴弹的话就是 半自动全自动榴弹 它是切换的 当然榴弹也可以专门按键去切换的是我一般 不用啊他在这个 呃 空间里面在这个武器里面他有一个专门切换到这个 呃榴弹的键啊这个 看一下啊 切换枪和发射器啊不是不是不是说说 呃 哪也来着 呃不找了不找了 反正我就是按F直接切换啊切换 OK 好这是一个 呃之后呢就是讲一下这个 归零 我们这个到这儿来 归零的话我们首先把这个描具先拆掉啊我们先换个弹匣吧子弹不多 OK我们先把我们这个描具下来 Ni键打开你的这个物品栏 即使你 周围什么也没有啊Ni键也可以打开你自己的物品栏然后你可以在里面 呃 这个规划物品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 呃脱下来把这个脱下 脱也可以啊Nu键也可以Nu键是在你的 自己的物品栏和 左边这一栏啊地面或者是 呃武器箱啊或者是载具啊什么的你这边可以切换比如说这里有个武器箱的话 比如这个武器箱的话我Ni键一样也是打开这个物品来 但是你可以选择装备箱啊或者是地面 啊这个地方对吧就是你可以自己选比如说我把这个呃把这个扔到地上他就到地上去了 啊 扯过来啊就上来了对吧可以拖也可以按右键右键 选择某个东西的话如果是能够适配到你的装备上面的他会立即 安装 如果是不行的话 比如说是一些消耗品他会直接放到你的这个 库存里面就是你的 衣服啊或者说你的背心里面 OK 然后 这个东西呢是目前这个装备箱或者载具的这个容量啊如果满了就表示你不能往里面丢东西了 这边是你个人的负重啊如果满了即使你还要 地方空间可以放东西啊你也不能放你也不能拿东西了不过一般很少会满 啊因为一般来说是空间不够而不是你的负重不够 而且 在你负重倒满之前你的体力就已经 耗光了 就说你能你就不能再奔跑了你只能慢慢跑 哦不对啊说错了你连慢慢跑都不行你只能走路了 你就如果这个白条全部没了只有这个虚线的体力的话你就 只能用这个 这个速度 你就只能用这个速度 当你有白条就是他比如你的体力啊有这个实现的这个实心的这个体力条 但是你是通过比如说 跑步或者奔跑 消耗光了 但是你 然后把这个体力耗到了你的这个虚线的这个位置 那么你还是可以进行普通的跑步只是你不能奔跑 对吧 但是如果 但是如果你这个实现的这个体力条全没了就说你负重太重导致你实现这个条一点都没了全是虚的条 对吧那么你连普通的跑以及这个小跑都做不到你只能够 走 你只能够这样走 所以负重 对吧你太重了你是跑不动 OK 好然后我们来说来这个归零我们先把这个 苗具放下来 在机秒的情况下对我们看这个归零啊默认是100米对吧然后 然后这个武器可以到600米按那个我来 说一下按这个 这两个键啊 在中文翻译叫零上零下其实就是zero up zero down英文 他他翻译的有点对吧 其实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可以按这两个键也可以 左边control加上滚轮 啊 来调整这个 调整这个归零啊 像这把枪啊就是美军啊北约的或者说美军的这个自动步枪啊 标准的这个mx步枪 他是100到600米每100米为一个区间啊提醒归零不同武器是不一样的我只以这个为例 榴弹的归零也不一样啊而且有些榴弹是标尺他就不能调归零他是有一根标尺你自己去对有些榴弹呢他是 只有一个红点就是红点描矩描矩的榴弹他那种榴弹呢就是呃可以调归零 啊他的刻度 要有5075 100 125 150 200 300 200 250 300 这样的 就他有时候也不一定是一个一个就是 相等区间的那个都是不同武器不一样的 然后我来说这个放大啊 说要这个放大很多人可能不代表就是按这个 小键盘的加减号可以 可以把视野 拉近或者拉远 啊 按按按加号是拉近对吧按减号是拉远 然后如果是双击的话呢就是保持 双击的话就保持这个视野啊这是拉远的视野 这是拉近的视野 这是改变 然后按住鼠标右键 也是同样可以放大按住鼠标右键 这样的话就是在你右键 开 瞄准以后你再按住右键 就可以进一步放大 啊 这个不是屏息啊 他只是一个简单放大屏息还是按住左 左边的 这个不是屏息这个可以一直放大 只要你的手不酸啊可以一直放大 可以一直放大 什么玩意在飘 骑什么还是太阳 不知道 天下的鸟 他这个可以一直放大OK 比如说100米的桂林我看那里那里有几个把子啊看那边有几个吧100米的桂林我们试试看啊能不能打到啊 啊 这个是100米你看一下 就打到了 这个你看100米好像就不太够了 打不到 这个呢 啊这个也够了啊这个100米就不太够了打不到 需要你 但是他200米的话呢又太远了我试试如果是200米他这个 应该要太远了 差不多能打到 如果是比如说我调300呢 也打到了 行啊那说明他这个距离还 都打到 那那这个这个曲线还是没有那么 啊 好如果他有因为他这种啊我们看这个表着呢 100 打不到打不到你刚刚打到那个墙上啊100米的话 200米的话能打到吗 200米要过了 这种情况下你看200米能打到 有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远的目标啊比如说 那个山上我放了几个把子的 看能找到吗 看也啊 完了我自己都找不到我自己的把子了 我切了望远镜啊 按B键是换望远镜 啊在这看到 如果你有望远镜或者是测距仪 望远镜的测距仪都占用这个栏位 可以按按B键换出来 然后 也是一样啊就跟枪一样也是可以放大缩小啊 只不过他这个放大缩小是个线性的 然后他他也可以按那个鼠标右键直接放到最大 没有问题 我们来这个啊 几秒 这个距离比如说 已经很难看起目标了有一说一啊 是在那一块吧再看一眼 是在那一块 对吧但是我这个机秒已经很难基本上是看不清目标了啊 他应该都不渲染了因为太远了 这个距离 对吧 这个游戏是这样就是说 他有一个渲染距离 当这个目标啊就是 超过你这个渲染距离的时候他他就不会进行渲染了比如说这个东西很小啊 超过这句他就不会进行渲染你根本打不到 我刚要说的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 比如说有的时候啊因为他这个他这个 归零是个 区间调整比如说100米或者说300米 好像要近了啊400米好像要远了这个时候呢你就只能够 呃 比如说调一个近的然后你把枪口抬高或者调个远的啊把枪口压低啊这样去手动 给一下啊这是一个鸡苗啊鸡苗就是这样 OK那我们把这个苗具再装上 装上苗具我们发现这个 调这个 调这个归零啊没用了啊因为 很多苗具啊他是有一个固定的归零他是 不让你调的比如说像 我们现在用这个啊这个 这个这个叫什么名字来着 呃这个rco啊这个 组合描远远镜他是要两个苗具的是 是上面一个小的苗具和下面一个大的苗具 那么切换苗具的是按住左边的control 就在你开进的情况下按住左边的control键 再加你的右键 就是按住左边control再点一下按一下右键就切换的 不同苗具啊 就是组合苗具是这么切换的 那么这个 这个苗具呢他是不允许你去切换这个归零的因为他已经调好了上面这个苗具的就是200的归零 他是固定的200归零 而下面这个苗具呢 他的中心点来这个 就是红点啊这个中心那个点是300米 向下是400向下那个横线一次4005006007008009001000 啊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你自己比如说距离远的话你就自己抬高啊抬高去打 啊抬高去打 就这样 OK 好那归零差不多也讲完了那其他的也是一样的啊然后这个 这种苗具的话他就没有他总是固定放大倍率啊 所以这个是固定两倍的放大倍率 那么他就不能改 如果是那种可动的放大倍率同样也是可以按加号减号切换你 就是那个版的倍率放大缩小 啊一样的 OK 之后呢我们来说一下弹药的问题啊弹药比如说这边啊 像我们的这个我们现在是玩的这个 呃 我们是这个什么这个叫 班长啊班长 班长的话他他有两种弹药一种是这个 普通的弹霞啊他杀色弹药实际上是因为他这个 呃弹霞他这个迷彩是杀色的啊因为还有黑色弹药 啊黑色弹药 那么他还有一种子弹呢是这个 夜光弹弹霞啊 夜光弹霞是什么我们试一下啊 夜光弹霞就是他每一发子弹都是夜光弹 我们来试一下啊 注意看 看那个红点没有 我们切到第30层模式看一下 看没 每一箱都是夜光弹啊 夜光弹的话呢这个 如果 了解军事啊或者稍微对这种军事有有理解的呀 就是 懂一点的应该就明白了不懂的话我 再 我也说一遍 夜光弹的作用呢他 他的效果有两个 呃第1个是一个负面效果就是 所有敌人都知道 你是从哪开了枪 因为敌人 只要是稍微会晚一点都知道通过夜光弹去反向追踪 枪手或者射手的位置 所以你只要一开枪啊夜光弹 对吧 只要你多打几枪 所有人都对面所有人都知道啊你是在哪里开了枪 那么为什么要夜光弹呢因为他还有一个作用是一个好的作用 就是 只要是你这边的友军 所有军都知道你打的是哪里 对吧因为有军会 有军有时候哎没有看到敌人但是你开火了 这个时候有军会看到一个 夜光对吧从你枪口飞出去然后飞到一个目标上空 当然 他如果是子弹跳弹的话他那个夜光弹会弹起来 呃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这个 不一定啊他这个 呃概率有概率有时候夜光弹会跳起来刚刚就跳了一发但是现在好像又还原不出来了 啊 啊这样跳出来看 刚那夜光弹跳了一下 你看 啊 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能看到你的你的夜光弹飞到那个位置 这样的话友军就知道你在打那个位置对吧这样可以帮助友军去索敌 因为你打的地方肯定是有敌人或者说可能有敌人的地方 对吧 甚至你可以说对吧你有时候抱不准目标 对吧 然后友军说哎有敌人在哪你说那看我我打的地方就是敌人然后他一看啊你在打那啊就知道了 所以夜光弹主要是指示目标啊但是同时对吧也会暴露你自己 所以夜光弹这个玩意你指示完目标以后我建议是你 如果 敌人没有消灭或者说还有其他敌人建议你立即换位置 立即换位置 OK啊这说完了还有一种啊还有一种子弹 这边的话我就 没有武器进行演示了但是我要说一下比如说这种啊 这是一个 呃 绿方啊绿方的这个武器他是一个5.56毫米的 装弹指示弹侠 装弹指示弹侠 这个很多机枪的弹链和这个 呃怎么说就是这个 呃有一些步枪子弹都会有这个装弹指示弹侠装弹指示弹侠呢就是包括很多机枪弹侠他默认也是这样的就是有些他没写也是这样的 他的意思就是当你的他在弹侠的最后几发子弹 装了这个夜光弹啊这里显示黄色表示夜光弹是黄色的 就说当你呃我作为这个枪手射手对吧我在开枪的时候 因为我不一定我因为我注意力可能一直在目标身上我可能没有去看右边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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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 或者说我的玩的时候是玩这个非常真实的模式没有hud来给我提示 呃有这种服务器呢虽然呃国内一般可能是玩的很少然后 你你当然玩的时候也可以调这个模式啊真实模式就没有任何hud给你进行辅助 呃或者说你没有注意对吧你在你在你全心在这个目标身上就是在瞄准目标那么使用这种装弹史诗弹侠的时候 当你发现自己的枪口打出的是夜光弹的时候就提示你你这个弹侠没有几颗子弹了一般是在最后5颗左右或者说机箱的话一般是最后10颗左右 他会装这个夜光弹就你打出夜光的时候 你就你就马上要换子弹了就提示你你马上就就没有输出了 你的火力就要中断了 啊这是一个装弹指示弹侠啊这就是大概是三种弹侠的这个 呃 区别吧一般来说武装会就三种弹侠武装会不是塔格夫他 可能有mode吧比如说我不知道有没有mode就是会分那么细但是 在这个游戏里面他子弹和弹侠是 是粘在一起的啊你不能把弹侠的子弹抠出来你也不能反正就是弹侠和子弹是粘在一起的 你不能把两个15发弹侠合成一个30发弹侠做不到的啊子弹全部扣在 粘在一起了 OK 那么这大概就是一个射击这块啊我就说这么多吧其他的各自去链包括那个 比如说怎么打移动把或者判断距离对判断距离这个就是看经验了对吧一般来说 打的多了就 大概知道目测啊 这么远是多远那么远是多远但是 哎这个地方我能啊 你看 这个瞄矩 对吧你看 为什么有时候打远地方要装高背景因为这个游戏的 设置你看 低要这种低背景啊这个红点是没有放大的 没有放大情况下 远处的那个目标把是不渲染的我根本看不到 但是我用了两倍镜以后你看远处的目标 就出来了 对吧600你看600的话稍微啊我再打一个夜光弹啊 对吧你看这个上面也会写夜光弹啊看 如果我再换一次子弹 这就没有夜光弹他会提示你的弹匣是什么类型的弹匣啊 注意看这块 夜光弹 OK 这边600大概是600可能还多一点但是不到700啊 又过了 少稍微少了一点 远距离设计的话用这种步枪还是有点 难打啊有时候打不中 正常的 算了不打了啊太远 步枪在这个距离已经 很难击中目标了所以 太远的目标其实你 根据你手上的武器不同啊 对吧有些太远的目标你也没有必要去打了因为你很难击中目标哎这是固定把 真实的情况下敌人还会移动那你就更打不中了啊更打不中 那移动把的话你就还需要算提前量了啊 甚至如果 你是狙击枪在一千两千米的距离上打的话还要算那个风风还会有影响 啊这个都是有影响的 啊当然了这个狙击我玩的少我打局是十发九不中啊所以我没对狙击这方面我我我我我没有任 是吧我不能帮你们 我一点都帮不到你们应该说是 我打局很难 OK 好然后在最后就说的就是这个 呀这怎么是红色的呀 明明是空车 对吧 对吧这也是一个正好我就说一下 对吧 玩家这个地图啊 我是说默认情况下因为服务器设置不同会有不同 玩家地图上的这些标识啊 他是一个怎么说就是 当前你这个角色对目标的一种 推断或者说 预测 越近比如说哎这很近啊这个是友军对吧 看得很清楚啊是友军 对吧 所以他就是个友军没错这个弹药携带着啊 OK 远处这个地方啊是一辆这个BTR BTRK 对吧 他是因为引擎在发动 是BTRK他 他这个样子啊 他是一个红方载具 对吧 并且 他上面也没有友方单位在广播或者说在 就是说脸就是说是这个友方因为 呃这个游戏是这样子就说友方单位会向一定范围就有方载具会会向一定范围内的友军 呃打个引号的广播啊就是呃 传输数据就说明啊我是友方 就如果是敌方载具被友方缴获了他也会立马向周围的友方传输那个数据就是呃 因为我我说了嘛这个是一个预测嘛也就是说哎 我们就会知道啊那个地方是一个友军啊那个地方是一个友军啊对吧 是一个友军OK 那么他因为没有传输 没有广播数据没有传输数据啊然后又是样子是一个敌方的载具同时他的引擎是发动的 那么呃玩家这个角色就揣测他是一个红方的呃 这个装甲车 并且是一个活跃的刚刚写了一个红色而实际上 我在这个场景里面设定的他是引擎是开着但是是个空车 他里面没有人 所以你看现在 他这个红色的这个标记又删除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任何反应他们他在这个交战距离里没有 没有主动攻击我们 所以刚刚这个队友也说了一句呃这个AI说了一句 AreaClear说了一句区域安全因为他没有进行 射击 所以 角色啊虽然是玩家在控制但是也会预测他是一个 无害的单位 所以他他在在无害单位一般就会从这个地方抹去啊是一个 呃不重要的威胁 对吧 所以他在地图 不是一个百分百准确他是个预测值 包括一些 你之前发现的敌人的交战敌军然后你之后脱离视线了 他也会存在在那个地方一段时间就是一个预测的位置 但实际上他已经不在那了只是 这是这个地图的一个设置啊 当然不同的 怎么说 不同的这个 服务器如果是多人模式啊会有不同的设置啊 但我只是说他官方的默认设置是这样 OK 好 然后说一下地图啊 说地图之前我再说一下那个物品栏吧 就是 打开背包啊 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信任不会啊 就是 所有的背包啊 默认情况下都是可以随便打开的 当然有些服务器设置是可以锁定背包但是 一般来说 默认情况下是都可以打开 呃 动作键啊 顺便说来动作键 按滚轮 任何时候你只要滚一下滚轮 只要是步兵状态 你只要滚一下滚轮 就能显示当前你能做的所有事情啊 包括哎给 步枪换一个另外一种弹匣 对吧 换一个另外一种弹匣 你只要按空格键就可以确认 包括这个打开这个 箱子对吧 库存或者说重新武装啊 或者说这样啊对吧 打开大旅行包啊 他默认在 上面会显示的呢是你这个就是 第一个啊就是第一个人做的动作但是你可以滚轮滚一下啊 你可以打开旅行包的这样就是打开对我背包然后你就可以 换东西啊对吧 在换东西的时候呢对吧我刚才说就是按右键啊可以快速的切换 可以快速的这个 呃不用不用去拖拖的话太慢了直接按右键就可以在两边进行切换 好然后这个时候呢 啊 我要说就是 比如说有些武器啊比如说美军的这把这个 自动步枪 他和那个搬用的和那个 搬用机枪啊美军的搬用机枪 是同一个武器平台 所以他们的弹侠是可以通用的你可以看到上面 MX 杠C表示MX是短突击步枪 MX MXM是这个精准射手步枪 MXSW啊是这个 呃叫什么就是那个 呃 搬用机枪 OK MX3GL就是带一个3GL下挂楼弹放射器的一个 呃 步枪 他是有几种改型的 所以呢 呃 所以呢他这把步枪他是可以使用 这个100发的弹响 就是 即管是步枪 包括短突包什么都可以使用这个100发的弹响 对吧虽然他是普通步枪他也能用这个弹响 一样的也能发射 这个 所以他这个有些弹侠是通用的啊但是有些弹侠不是通用的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就不一样 你要看一下 但是如果来说如果你在武器箱里面更换武器 如果是这个武器他有对应的弹侠也在同一个箱里面 那么你的角色会自动拿取一些匹配的子弹 这个会自动拿一些 手楼弹的切换啊说一下手楼弹切换是这个按 Ctrl加 基键 看 左边Ctrl加那个G OK就是切换投资物啊包括这个 手楼弹包括烟雾弹包括这个我我我用一个 我用一个这个 比较比较对比比较高的吧绿色吧 你看这个现在橙色烟雾弹 右上角啊 蓝色绿色荧光棒 红外墙其实这个是红外手楼弹啊 对吧这个不叫红外墙的翻译的问题红外手楼弹 红外手楼弹就是你扔出去以后 呃他会 在夜视以及红外状况下会发光 但是 在场就是可见就是你肉眼看不到但是你这个夜视或者是红外的情况下他会有这个 平闪 他会这个平闪 夜视会发光闪然后 红外情况下就是那个 一亮那个就是那个热源那种 一闪一闪的会平闪 这个是红外手楼弹 他是主要是给这个 那种其他提供信息的就是肉眼你看不到但是 用这些 呃光学器材啊可以看到 OK然后 RGO手楼弹啊手楼弹两种RGO 之前我有一期视频是提过的 RGO是防御手楼弹 他的威力比较大这个游戏里面手楼弹他 他就是统成威力了他不管破片和那个什么 爆炸了他没有那么细啊 RGO是投资比较近 但是这个威力比较大啊我演示一下 很近 对吧 但是威力比较大那么我们再拿一个RGN RGN是进攻手楼弹他就是投资比较远但是威力比较小 你看他给投很远 但是他威力会稍微会小一些 你看 啪声音都不一样 威力会小的 但是投的很远 大概是RGO的 可能 两倍了吧就是乘以二了 但是威力会小一点 然后其他烟雾弹就 就不说了 烟雾弹是一样的 荧光棒就是 就是晚上的时候他会发光啊 这个也用出 也就那样吧 但是他荧光棒他这个没有时间限制他会一直发光 他没有做那个就是 有线或者无线线他是一直发光的 OK 大概单兵就是这样吧 然后说一下一个地图啊读图 地图的话其实还好吧但是我辅助来讲地图的话我建议各位要带两个东西啊就是 地图一定要带下面这个地图因为你不带地图的话我就扔掉 啊不行因为我还带GPS啊 G地图和GPS都没有情况下 你按M键什么也看不到 你什么也不知道 然后如果没有无线电你就无法和 队友交流 就无法 那个语音啊就你就你频道加不进去 手表 没什么太大用 说实在因为地图的右上角有的时间 这个都是无所谓 指南针一定要带这个是在索迪的时候非常有用 那么我们一个个说 GPS是一个我建议就是怎么说新手最好是带 因为他带了以后呢你按那个右边的Ctrl 右Ctrl 加M键 他可以调出个这个东西 有点像小地图 对吧 那么所有啊有GPS的呃这个这个单位啊他都会在这个小地图上进行广播啊就是我刚说的广播那个引号 只要是有方带有GPS单位的这个这个带有GPS单位 都会在这个地图上面显示显示啊就周围 这样的话你就不用担心这个友军物击了 对吧因为你看地图小地图对吧 你这 也有都是 如果都带GPS的话哎对吧你这个是蓝色的啊那是友军啊 或者说你是红方啊都是红色啊就是友军 对吧 或者说你是绿色的绿方对吧都是绿色的友军对吧 那没有带的啊那多半是敌人啊如果看那个人哎他上面没有那个标识啊多半是敌人 好就这样 这个小地图所以这个我 建议都带 好然后是这个按K键啊按住K键打开这个指南针 按两下K就是可以一直让指南针保持在这里啊直到你再按两下K把它关掉 指南针的作用是方便你锁敌啊我这边举个例子 我喝口水啊 喝口水今天 嗓子也不算太好 OK 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们是这个我们到这个 这个呃 呃 带来携带着啊阿姆贝尔这个地方了 好他看到这个前方啊这个树下哎对吧 有一个敌人 好他正在交火或者说他正在换子弹 他没法立即开火并且或者说他他他他同时他想报告一下友军或者那边不止一个人可能是一队人啊我就以那个为例 就一个把子他可能是一队人 好 那么 如果队友都在附近对吧他就没必要打开地图了比如说哎我我这个是队长对吧我在这个位置啊然后他在他没必要打开地图他只要说什么呢 说前方发现敌人 按住那个按住k或者按点还可以都可以然后前方发现 敌人对吧这个位置 280方向前 80方向发现敌方 我80方向发现敌方小队 80方向发现啊 几名敌人或者数名敌人四名敌人 或者都可以 80方向 OK 那么我作为队长 我听到这个以后我会首先打开这个k对吧然后看向280方向 对吧 那么我的280当然和他的不一样对吧你看我指的是这个方向而不是他 但是如果在距离足够近的情况下我只要指向那个方向 对吧一放大 大致就能看出来啊特别是当目标是一群人 或者说是载具的时候就比较明显的时候 我往那一看总能看到一些人或者总能看到载具 那么我马上就知道敌人在哪 如果他是一个人比如说280方向我发现狙击手 他只有一个人 那么我先看一下280方向 对吧 作为其他队友啊 看280方向 同时你大概如果不确定你就用钮头去看一下 如果你大概知道他的哪你也可以想象一下 大概 跟他的视线平行一下 对吧 就是他的880在那边 我的880平行往那边移 就像你的视野到了880以后 再往刚刚那个爆点的人那边移过去一点点 对吧 那也能找到 也能找到 这个是一个比较快的爆点方法 不要再说 左边右边 这个是切记 除非你是载具 在载具里面你可以说 切记不要说左右 呃也不要 如果是小 小的敌人 不是大的 小目标 不要说东南西北了 东南西北其实也不要麻烦 除非是 除非是怎么说 除非是我有一个很大的标啊 比如说这个地方是一个 就上有标记啊 等会地图标记 我再说 如果是个很大的标记啊 然后在哪个范围内有一群人啊 冲过来 比如说HQ啊 或者基地啊 北面 有大量敌军步兵进攻啊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北 因为大量的话 你只要往北看 总能找到 因为爆点 它的 最终目的是让 其他人能够知道 位置 对吧 你 如果是小股的话 最好是用这个方位角啊 方位角就是下面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呃里面内圈啊 里面内圈尽量里面内圈包不要用外面内圈数字包 用里面内圈包标准 里面内圈包 这个这个啊 就是阿八零方向啊 这个就是三四零方向啊 零方向 一百方向啊 这样包 呃你说几点钟方向也可以 不过别人理解起来会有点困难 因为 因为你可能面向的是他还要去看一下你面向哪里 对吧 因为几点钟方向比如说哎 对吧 队伍前进方向啊这个也可以但是比较复杂 或者说 如果说我我我我时间中方向对吧 别人还要去看一下你面朝哪里 有点慢了 你不如直接说二八零哎 对吧 一扭 我指南针一开一扭马上就知道 即使我是哎 我不 我本来是向后警戒他说二八零方向我马上就知道转头 因为我一打开指南针发现我是一二零方向 那我背面就是二四零方向对吧啊 不是不是说说 背面就是那个 多了三不了解吧 多了来这 完了 我说 我速算卡住了 速算卡住了 背面就是 坏了我真忘了 完了 完了 是 是二四零吗 不是二四零吗 未必还真是二八零或者三百 忘记了 就这样吧 反正 反正就是 我至少知道我背面 我这个位置肯定不是二八零 对吧我肯定要往这边转 我 突然忘了怎么算 算了算了算了 打扰了 打扰了 OK 这样说完了 我们再说一下地图 地图的话呢 首先说一下地图标记啊 就是 这个地方有几个东西可以切换 首先一个是 地图可以切换这个 这种 谷歌地球 这种实景地图 以及这个 等高线地图 看你各位的习惯吧 因为我 专业的原因啊 我对等高线地图会熟悉一点 因为就是我看等高线的这个 这个这个 密集和 这个密集程度啊我大概能够 想象的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地形 但是如果不行的话就看这个实景吧 实景其实我觉得看出来也也没有 实景主要是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 感觉看不出什么东西 我习惯 我更喜欢看等高线啊 各位习惯就行 OK 这边有两个东西就是一个是选颜色一个选标记啊 这个是可以选颜色 啊这个是可以选标记啊 用来这地方标点的 标点的 对吧就是 呃 比如说啊我看到啊这块啊有一个敌人的坦克啊我可以点个目标对吧点个红色 啊 双击 双击 啊 这个位置啊他就可以标点啊 那我们写一个啊坦克 坦克 啊或者我这个地方啊看到一个这个 呃 这块以后呢 还一个就是 呃划线啊比如说步兵在往这个我们这边移动啊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个箭头对吧啊箭头啊这样 啊对吧这个 啊箭头还有点尴尬因为箭头他好像不能不能转 啊箭头不能转啊最好是不用箭头了 啊不要用箭头啊就点步兵啊怎么划线的按住左边的control 按住以后你的鼠标左边就可以划线啊步兵啊再往我们这个方向进攻 画个箭头 就可以了 啊这样的话哎就知道哎往这边进攻啊 这就是一个地图上划线啊地图上划线 OK 好还一个呢就是地图桌标格啊这个东西呢我不知道教学官其实说过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 就我们这个鼠标移到任何一个位置 他会显示这个数字这个数字就是地图上的网格 比如这一格叫061056这个所有人的地图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你只要 爆点啊0661056发现敌方的这个坦克 那么所有人都知道啊都能够找到啊061056 同时这个这个下面这个这个米啊表示他这个位置的海拔 对吧 如果各位不习惯看等高线啊 看地形图的时候看不出这个 地形是怎么样你也可以这边看一下比如这95米 对吧啊这个地方就是61米了啊这个地方是这个这个下坡对吧这个看出是个下坡 这个这个因为他这个下面这个米也就是海拔 当然我还是习惯看这个等高线 OK 好然后这是一个然后呢比如说我们这边啊 还有一个石图啊石图的啊不也不叫石图就是那个 如何快速啊 就是把你看到的目标啊放到地图上让队友知道这个呢当然是 需要去练习的啊需要去练习的啊 哦对啊GPS这个地方有GPS就更方便了 你各位看到没有 GPS这个 这个东西就是你目前 你正面的这个方位角就是你刚那个我们指南针看到那个方位角 啊这个是你的目前的时间 啊 这个呢 就是你的 你目前所在的地图网格这样你根本不用开地图你直接看GPS就能报 对吧这个更方便 还可以你看 更方便OK 好 呃那怎么把实 就是 你看到的东西标地图上面快速标地图上面让队友知道这个 需要练习啊需要练习需要练习 啊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 这边对吧 我们看那个岩石上面有一个标吧看到没有 在那个位置 看有一个靶子 对吧 那我要怎么样快速让队友知道那个地方有一个比如狙击手 啊 对吧快速让队友知道 那么首先我们打开地图我们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我们自己啊 这个 啊圆圈边这是我们的角色对吧 有一根红线 或者说这个箭头也可以 就表示 它的正面方向是这个方向那么 呃熟悉的话就不用这么做我只是为了演示啊 所以我们画一条线 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视线 我们现在是指着那个举击手的吗看到没有 指那个举击手的 这是我们的视线 OK这是一条视线 好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我们视线 越过了一条这种 呃土质的道路 对吧 那么也就是哎 这一条路说明目标在这条路 再往后走 OK 然后我们看这个缓坡往上走 然后 然后上面就是一个到了 开始进入一个陡坡的状态 对吧这边有石头但是石头上的地方是不显示的 到了一个陡坡状态 对吧那么 这个地方啊这是我们能看到这里应该是一个缓坡 对吧到这个陡坡状态 那么应该是在这一块 如果不行我们在 这个其实没什么帮助 OK 那么我们大概呢就标一下 那个上面其实是有一条道路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是一个平缓的道路 呃可能 我们看的样子应该是越过道路 因为我们在网上走这里看不到道路 那么说明这应该是越过了道路也就是说 他应该是在道路之后 那我们大概可以在这个地方标点 对吧 说这个 狙击手 说狙击手 确定 大概这一块因为你这个标点不可能太精确 然后你就可以跟队友说啊那个位置我发现个狙击手 那么队友就会大概在这个位置去找对吧因为 你不可能不要那么精确在队友会的那个位置去找 找找找就能找到 当然就是我演示所以慢一点 现实 实际游玩的话越快越好 因为 你在标点的时候你可能自己就被打死了 这也不说也说不好 啊这是一个快速标点啊然后其他的话 各位去去去参照理解 当然也可以利用这个 比如说这个实际图因为哎 这种绿色块啊表示是森林 对吧 没有绿色地方表示一般就是稀疏的树木或者说是根本就没有树 大量的树才是这个绿色的森林 然后这个是道路啊然后可能还有房子啊 一些什么 高塔呀电塔之类的 然后这个小山啊一般就是指那种 岩石或者说比较陡的那种啊 就这种岩石你看这种岩石啊 这种岩石 他一般就会 像这种就是这种山啊小山 啊就是基本上很难上去的地方OK 那大家就这样 就是怎么把 啊 这个 啊你看 这个GPS还能显示在地图上画的东西你看多好 GPS是真的好 建议对吧能有 有能力的话对吧都带个级别的GPS真的很好 OK 好然后 其他的我想说什么护甲级别和这个 头盔这个我就不说了吧这个应该挺挺那个的就 护甲级别一般我常见的三级四级五级防暴 依次 低增啊防暴是最后的 就是护甲最后的 然后头盔的话呢 一级二级三级 呃 四级五级有没有 我不知道一加三级我是见过后面的我也不知道有没有 OK 这个是两个防护的防护注意一下比如说头盔啊假如我是 最高防护的头盔 但是 子弹打中了我的脸 或者我的脖子 或者我的这个 这个就是没有头盔防护的部分 那我依然是一枪 被打死了就一枪毙命 头盔只防护你的 这个就是他覆盖的这些比如说 侧面啊 头顶啊 后面啊 这种部分 如果是子弹击中了我没有头盔保护的部分 我还是直接 防弹衣也是同理 比如说这个我穿了这个 防暴的防弹衣啊说说起来很重对吧 但是实际上 那我把枪收起来吧 等一下 我先站起来 我把枪收起来啊 收起来的话呢它是一个我不知道默认是多少来着我看一下 手枪我还是可以给你们 这个 问一栋吧应该是 我反正是改的双击 Ctrl 双击Ctrl鍵 我看一下 我不知道默认是不是这个 是哪边来着 武器 切换举起武器 是 按两下左边的Ctrl 就可以把你的武器就是 在这个举枪状态或者 放到这个 收枪状态啊 双击Ctrl就收枪状态 我的收枪状态来看一下收枪状态的话你看 护甲它是防暴的话 它是包括了这个你的这个腹部啊 胸部以及你的这个 手臂的这个这个怎么说这个 大臂 或者说应该叫大臂吧 反正就是这个 上半啊手臂部分啊都是有护甲防护了打中这些地方 它是会要先就是要护甲要先承受伤害然后再是到你 人身体上 但是其他部分啊对还有这个这个 呃怎么说下腹这个也不知道这个这个当部这一步啊也是有这个有这个防防防护的 但是比如说你的腿啊整个腿大腿小腿都是啊 呃还有你的这个 手臂小臂部分 啊都是没有 护甲保护的也就是打中这些部分 呃和你不穿防护 不穿甲是一样的道理啊他是没有任何防护的 当然了这个 呃远距离交战或者中远距离交战都可能 呃 基本上你不可能去专门描这些位置 但是近距离的时候是可以的 所以近距离作战射如果你是小口径武器要么你就选择抱头要么你就选择直接打腿 不要尝试去打他的躯干因为打躯干的话 呃对面如果你的护甲比对面差的话对面很可能先打死你或者别人是用的大口径武器他直接 忽略掉你的护甲 他就是直接穿你都能穿死因为 武装兔西他这个里面他不存在完全免疫护甲就是 呃 你穿的再厚他只是有减伤弄小口径武器还是能打死你只是你能多扛几枪罢了啊就这样 OK 那么这边就说完了普通步兵然后我们之后的话下一个呢我们来说一下无人机吧 无人说机就说吧啊无人机 无人机的话我们切换啊我们切换了这个无人机驾驶员无人机的话呢 呃有两种啊一种是 啊稍等一下我暂停一下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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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OK我们回来啊无人机有两种啊也不叫有两种吧其实有我分的话两一种是 呃便携式的一种是 呃不能不便携就是 不能便携式的 便携式的一般就是这种小型的无人侦察机啊有一个无 UAV的包啊一个背在包里面啊可以背在这个身上啊一般就是这种alr侦察无人机 还可以 放出去啊也可以收回来 还有一种呢是不便携式的比如说这种啊ugv啊这个无人这个地面车辆 对吧以及那个 天上飞那种就是带导弹的那种大型无人机啊 像alr这种小型无人机呢一般就是侦察用的带一个这个激光指示仪或者说是 带一把机枪的啊一把机枪 呃可以 狙杀 就是 点杀目标用的 啊无人机啊就是 呃大型的就 猛一点他这种有机枪还有这个榴弹 啊然后这个就就就猛一点 ok 那使用方法的都是一样的就是首先 呃 便携式的这多一个 呃步骤啊就是首先你要把它 组装出来啊 呃滚轮啊组装 把它放在地上ok 然后就可以 这个打开无人机终端 打开无人机终端以后你就可以选择这个无人机啊比如说我们刚刚这个 对吧侦察机 选择完侦察机以后呢这边有个啊这个 是吧 呃燃料啊这个什么东西啊武器啊这东西都自己去看允许光线就是说是否开灯 这个一般在夜间啊然后这种无人地面车辆啊比较 关键就是你是否还开灯因为开灯有可能会暴露目标 ok 然后我们可以啊有一个 无人机一般来说都有一个驾驶员和炮手两个位置 啊 呃 可以有两个人分别控制也可以一个人就是控制完这个切换一下 都可以啊我们现在先控制驾驶员啊就是这样一个图标我们也可以 呃回车切换到这个 呃第3人称第1人称也可以 ok然后我们首先第1步做就是这个 打开发动机啊 他这个无人 无人机啊这种飞行的这种 四个旋翼的这种无人机啊他和这个直升机是差不多的打开 打开发动机然后这个让他飞起来 啊飞起来以后对吧也是一样就是 呃 靠这个 就是机头下压机头啊 呃向前进然后上 往上拉就是往后退啊这是一样的这个跟直升机是一样的 同时也是可以按这个自动悬停对吧如果你这个到达目标上空啊可以按自动悬停按悬停 弄完以后我们可以这个 呃取得无人机炮塔控制啊也可以解除吧 这样就可以切换到炮塔啊也可以在刚刚那个界面就是解除无人机控制那个界面啊选择这个炮手 选择炮手以后对吧就是可以控制他们的武器啊像这个是侦察无人机他只有一个激光指示仪 有些是攻击无人机他有一个机枪 啊激光指示仪呢就是按左键打开再一下就关闭激光指示仪就是你指示完以后 他会在目标上面有就是他会跟那个激光的亮光用来 引导那个激光制导导弹啊激光制导炸弹之类的武器啊 用这个激光指示仪 呃无人机的话呢同样也是按N键可以切换几个视觉啊夜视 呃红外以及反色的红外对吧还有这个常规的这个 呃常规影像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激光无人机同样也是按加减 加号减号小键盘加号可以放大缩小 我们打开激光指示你会发现有个点看吗就这个点激光点啊在这个 呃普通世界上面是看不见的啊 呃在这个下面可以看到啊红外下面可以看到一个一个点啊就这样 OK同时那个 呃无人机驾驶这个位置也是有啊也有红外的也有夜视的都可以啊他全天他可以全天 然后作战的没有问题 OK我们把它先解除 解除以后你看无人机会 悬在上面啊不动啊你可以干别的当然无人机可以被可可以被打下来也可以被锁定的那个玩意儿 OK然后呢还一个就是无人机地面车站我先这个 呃 我先或者他的控制权啊因为我是摆了一个空在这里 OK 这样我就可以控制这辆车了对吧 可以无人地面车辆呢也是一样的这个 也是一样的啊 他这个控制也是一样的 跟普通车辆是一样的啊也是也是四种四种这个视觉然后有这个机枪啊杀点七毫米机枪液光弹的机枪和这个榴弹榴弹啊96发榴弹 呃同时这个机枪是可以也是可以调标尺的这个是可以调标尺的榴弹也可以调标尺 无人地面车辆 OK 然后退出来 他叫无人地面车辆他还可以坐人啊他不仅是可以无人控制啊还可以这个 呃有人控制啊你看 其实也不叫有人控制了就是 呃坐在车上啊坐在坐在车上但是还是要用无人机控制啊他他 他他你不能够直接开他上面没有这个驾驶的东西 他只是你可以坐在上面 啊好像是只能做一个人如果没错的话武器版是可以只能做一个人如果是这个呃没有武器的版本他后面还可以应该还可以做两个如果没错的话还可以做两个 OK这是无人机啊无人机这个是一样的 好 最后一个部分呢我们来说这个at啊因为是昨天吧 啊 这个机枪我要不要说一下我看一下 机枪的话也是一样啊他有有些机枪是有这个描具的也是可以这样走然后 呃切换啊这个你不用说吧我觉得 都是一样的啊 然后这个at啊应该是昨天还是什么时候就是有人不会用at啊不会锁不会搞那个 简单来说就是对武器还没有没有认识到这些武器的呃的区别和用法啊 然后我就简单介绍一下比较常见的两款啊因为这个里面游戏里面有很多 啊很多这个就是火简筒或者导弹啊有很多 我火简筒我就不说了大家都会用啊火简筒的rpg或者什么都会用 我就介绍两款常见的制导物制导导弹吧就是 反感可以用的防空的是同理啊只是这个 防空是同理啊只是这个目标不一样 对吧一个是打地面载军一个是打空中载军 呃一款是这个美军啊北约用的这个 呃在这个游戏里面是叫做 呃pcml就是personal carrier missile launcher 呃单兵携带 呃这个导弹发射器 啊这个玩意儿是北约在用啊然后绿方中立方有时候也在用因为是北约提供的嘛 还有另一款的是这个 呃是这个啊叫做泰坦mprl 6脚啊注意是这个 呃是这个 呃也不叫6脚啊不是我说错不是mprl是这个泰坦mprl compat就这个名字要一个compat 后面这个六脚啊狼中色这个是他的迷彩无所谓 就有一个compatcompat是对立导弹 呃没有这个compat的话是这个防空导弹啊是这个对立导弹compat mprlmulti purpose rocket launcher多用途火箭发射器 OK是这两款东西OK 那么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是呃那款导弹呢是所有人都在用呃 其实这个导弹太坦应该是由这个 呃cset那边啊用的比较多就是红方用的比较多啊就是生产的但是 因为太好用了所以美军也在用因为美军这个 太太垃圾了美军这个导弹太垃圾了 官方的5G里面最好的反坦克这个导弹发射器啊 呃他那个是127毫米这个是150毫米但是这个这个比那个还拉啊是这样的啊北约是这样的 呃 这个导弹呢实际上是呃有点借鉴了现实中的那个 呃瑞典生产的恩诺 nl a w 恩诺那个导那个那个反坦克导弹 有点类似 他是一个150毫米的导弹 然后他只有一种 炮弹啊就是at弹 呃当然他可以对步兵进攻击但是伤害还还很低啊只有50 我记得只能就是 呃 他报道范围也很小 他是一个 呃他的导弹他也是hit了也是破亚了 伤害 较低啊 等会我可以演示啊给各位演示他伤害较低 呃并且他这个 呃他的模式有两种 呃设计模式一种是直射就锁定以后设计 一种是这个 那个叫做 呃 飞跃射击吧应该叫做或者叫 他不是 攻顶啊他是 呃导弹飞到那个目标顶上 然后 爆炸以后那个弹头从上方往下方打他不是导弹直接 攻到顶上 而是在上方炸开以后那个 从上往下 把那个hit弹打那个hit射流打进去 呃我不太记得那个专业术语怎么说了反正就是一种应该叫飞跃顶攻击还是叫什么来着 他不是导弹飞到顶上他是导弹飞到目标上方 然后射流炸开向下炸开 但是两种射击模式 呃 我都演示一下吧 呃这个导弹呢他我先说他优点吧 他的优点就是 呃 他的锁定 很 他的锁定范围 就是说他他他锁定以后你描就说他的锁定范围很大就说比如说你 你这个 锁定目标 对吧然后 他移到这个地方对吧他还能锁定 只要在稍微差点边他就能锁定锁定范围很大 OK 啊对导弹锁定是按T啊 载具我不说啊就是因为我载具不认手但是步兵的导弹锁定全部都是按T键默认 T键 啊 一个是他锁定范围很大就是你不一定要瞄准目标 他他即使在因为目标上在走嘛对吧你可能这个苗具跟有时候稍微有点跟不上 呃不需要完全保持在中间啊他可以稍微差点边也能锁 呃但是 呃还一个好处还有点是他可以他是这个他的导弹引导头是这个视觉传感器 也就意味着他能够锁定所有能够锁定的 载具啊 那些东西就是 不管那个载具是否发动了引擎 即使是在 就没有温度他是个冷冷冷冷状状态就是他是一个这个 没有发动引擎的状态 他车身是冷的 对吧他也能锁定因为他是个视觉引导头 他是个视觉引导头 这是他的优点 OK 那么但是同样的他他还是要被树木遮住的目标他是没法进行设计的我们可以做测试啊 我我我我往这边跑一点 对吧 看那个BTR了没有 对吧 这样是能锁定的对吧 我我再往下走一点 锁定不了了 因为他是视觉引导所以他这个 有数目折挡是锁定不了的 再按一下T是取消锁定 OK 你转D3T是 锁定这个目标位置啊就是 选定这个锁定的单位然后第2次就是这个 攻击OK 那么我们首先啊演示一下这个 有两种按F是切换模式啊 注意这个 我先打开屋子里面吧 注意这个右上角这个位置啊 现在这个是 这个表示他是一个直射攻击啊就是 直直的朝目标飞过去 我按一下F 这个目标表示飞越 那个顶部攻击啊导弹飞到顶上以后把金属射流打到下面去 啊 两种射击模式MF键切换 F键切换 OK 呃这个导弹他 只能够锁定使用在不锁定的情况下他的射程只有 100来米 他就会掉下去 他就会往下走就是他发他的那个呃他就会往下走 他这个导弹他他评射你可以把100米以内可以评射就是可以 但是他不会 因为他没有那个 追踪系统就是说他只能够直射就跟火箭 是一样的 他如果不锁定的话跟火箭筒是一样的 然后他这个描具啊他不能归零 所以呃他这个描具其实没什么用啊 说实在没什么用他就是给你锁定用 这个导弹他的 还呃几个缺点啊 首先我说一下第1个缺点 他是视觉引导啊视觉传感器 所以呢 也就意味着 他在 低能见度条件下 比如说大雾 他的射程会受到影响 他低能条件下 稍微远的目标他就锁定不了了 因为他视觉传感器接受不到目标 他受天气影响 他受天气影响 其次 他的射程 有效射程最多只有800米 因为他的火箭弹的燃料只有8秒 他是100米每秒的射速 超过800米的目标他没法打到 他只要消耗完燃料 火箭弹就会立刻在空中自爆 801米的目标可能都打 就是都打不了 啊这个 就是如果是装甲单位如果是步兵的话可能还会被破片打到 但如果是装甲单位801米可能都打不了 他8米就自爆了 OK 最小射程是20米啊 他因为有个安全距离 20米以内他那个 隐性不会解锁 20米以内你打上去是没有任何用的 OK 我们两种都试一下吧 直射和弓顶 我先用飞跃设计 因为直射的话 我要 对 因为还有一个缺点 我要跟泰坦去比较 他的威力很差 他的威力 应该 我虽然 我不记得数值是多少 大概只有泰坦的一半 稍微多一点 反正 威力比较小 虽然他有150毫米 不知道为什么他口径这么大还能把威力做这么差 搞不懂 反正 他很拉 能不用就不用吧 除非是你不得已只有这个东西 比如说 美军的这个 美军的这个 不不强兵 AT不强兵 就普通班族的不强兵 对吧 他他他只有这个能用 那就没办法 他还有一个优点 另外还有一点可以说 他弹头的重量较小 普通突击包啊 就是普通的突击包 就可以背两枚 而泰坦 突击包只能背一枚 因为泰坦导弹很重 他这个导弹稍微轻一点 啊 就这样 他这优点其实都不算什么优点 就是 他能背多背一发导弹 对吧 他能锁定把引擎关掉的载具 还有啥 没有了 好像没有了 确实没有了 然后他有 他有这个 对他这个 呃 瞄准镜也不行 他只有 呃 正常规视觉和这个夜视 啊夜视仪 没有红外 他没有红外视野 所以也很尴尬 没有这个红外 OK 那么我们先试吧 先试一下这个 普通攻击啊 对这个BTR进行直射 啊对 他还有一个 他有一个缺点 他锁定挺慢的 他锁定很慢 而且 呃目标的移动速度如果超过 120多米吧应该是我具体没测啊 超过120多米每秒的速度他就跟不上了 他的锁定就他的引导头就跟不上了 就是说呃如果目标是以100多的速度以上的速度往前开的话 或者往任何方向开的话 他的这个 最好是切线就是沿切切面对吧 如果这样的话你的角度最大 120多米的速度往切线走的话 你他这个锁定是永远锁不上的他跟不上 锁定很慢 不过好处呢就是 对吧 就他这样也能锁 虽然我觉得也没什么太大意义了 他主要意义就是他可以锁定 没有发动了 呃车辆 而不是这个 而而而而不是这个 这种就是如果他他他如果车辆对吧直接 呃被被锁了对吧 如果是太太对吧别人锁你你直接把发动机关 哎太太就傻逼了 就这样 但是 你这种的话就逃不掉啊你关了发动机他你也能锁你除非你躲在掩体后面去他就锁不到你 啊对任何掩体都能够阻挡他的这个锁定啊因为锁定你总要瞄准目标嘛对吧总要瞄准目标 啊 呃 还有啥啊没有啥了直接打吧 应该没啥了吧没有啥了啊 没有啥 直接打 锁定以后你可以不瞄准目标他也他你这个锁定没有关系你这样发射他一样的也能飞向那个目标啊 蹦打中了但是转较车并没有坏 在直射模式的情况下 这个玩意一发是打不烂BTR的他能够 把他的击伤但是无法摧毁 OK然后我们再用发弓顶打这个 这个什么这个 车辆啊运兵车 这个吉普或者是什么这个 轮式车辆 我们回车吧这样看应该 我们切换这个视角应该是不是好看 还也没看出来但是这个主要不明显如果你得站在边上去看你这样看的话其实也看不太清啊 看因为我们是 这个垂直这个视角看也看不太清楚他反而是从上面打个湿流下去啊打中小车还是没问题OK 那么这个导弹介绍完了啊下一个 这我还其实真不好用 好对所有 导弹 或者火箭筒 对吧在换弹的时候都是不能动的啊 而且扛出火箭筒以后呢移动速度会变得 比平常要慢 我们把这个收进去 我们把这个泰坦啊 NPR要Compat 注意是Compat这个是对立的 这个是防空的啊 这不一样 泰坦他本来 泰坦这个导弹在游戏设计里面他本来设计出来是防空的 但是因为太好用了他又 做了一个 对立版 就这个意思 做个对立版 泰坦他有两种 这个AA导弹 它是专门给这个防空用的而AT和AP都是给 这个导弹用的啊都是给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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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坦克啊这个导 对立的这个 呃导弹用的啊 AT和AP 呃 AP的话 主要就是 呃反人员了 对吧 AT是 反载句啊 呃泰坦导弹的话呢 优点那就有很多了有很多了 呃首先我们一开镜你就发现他这个啊他这个界面就不一样了对吧非常不一样了对吧 他有几种模式啊首先他这个视觉模式有 常规视觉 呃热成像 呃反热成像对吧然后他会自动切换日就是他他他他这个对吧你看 非常好三个他上面这个空间啊对吧我们啊这个切换不出来我不能暂停 上面这个day表示现在是日间他就会有一个这个呃这个day的标志出现啊如果是夜间啊他这个代表就会就会熄灭啊就是一个夜间的一个夜市 他这个非常好 好然后呢就是 他的设计方式啊设计方式呢是两种 呃我们看到屏幕右边一个dir direct表它是个直射模式现在它是个跟刚刚那个呃p pcml是一样的啊是一个直射模式而另外一个模式我们nf键可以切换啊注意这个 呃右上角那个地方啊变成top然后更更在右上角的那个地方对吧那个设计模式呢对吧从一个短线变成一个肩 宫顶模式啊这个就是 经典的啊标枪宫顶模式就是导弹飞上去然后直接往那个载具的顶上砸啊宫顶模式两种宫顶模式 宫顶模式和直射模式ok 好 他的优点呢就有很多了啊首先呢就是他是127毫米啊但是这个 呃首先呢就是他的射程啊最远是的是2000米不用担心这个打不到啊2000米那一类啊都可以打到 这是他的他的好处啊第一个好处 呃 还一个好处 就是他 几乎你的目标是逃不掉的他目标即使在以900多米每秒的速度进行移动的时候他依然能够锁定只要你的 准性能够跟上 他依然能够锁定目标因为他本身是一个防空导弹改的对导弹所以他对高速目标 是 对吧是 不在话下的900多米的速度 地面单位我觉得没有谁有这个速度 900多米每秒啊 这移动上他依然能够锁定啊他依然能够锁定 啊所以你不用担心目标跑得太快啊你只要担心目标不要跑进粘体里面就行了 当然他是使用的是啊然后他使用的是这个红外引导头 当然这个东西就有一个缺点了就是如果目标这个 呃对吧他熄火的状态下你是没法锁定的他因为需要这个 热源没有热源是没法锁定的啊当然了红外引导头的话那么 树木依然也会挡住引导头的这个这个 呃怎么说就挡住这个引导 呃 什么阻挡这个你的锁定 啊然后 对面如果发动机没开的话 你是锁定不了的 啊OK 呃然后还有就是威力很大 他的威力一发就可以让那个BTR直接炸掉啊他的威力很大 他宫顶模式下甚至一发就可以让你的 啊我看直射能不能啊等我试一下看直射能不能啊 我觉得应该可以至少能把他打打打成重伤啊至少能把他而那个北约那个桶子就不太行了啊不太行了 OK 呃并且他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他是这个 呃怎么说他除了有直射和这个宫顶模式之外他还有一个 备用发射方式就是呃 叫做那个指向发射 就在没有锁定的情况下或者在直射或者宫顶 宫顶模式 锁定导弹发射过程中引导目标消失的情况下 导弹会默认切换到你的这个呃备用模式当然你没有锁定他也是备用模式 就是你指哪导弹打哪 在备用模式情况下是你指哪导弹打哪导弹会直接顺着你的轨迹去飞 就比如说宫顶特别是宫顶的情况下对面 躲到某个地方去了 躲到那个掩体后面去你依然可以手动控制他进行飞就是大大概谷歌目标当然这样可能不太准了 或者直射情况下对面哎跑跑到哪个地方去你可以依然给手操 或者说你 对吧 因为他这个导弹有一个还一个缺点就是 他对 你射手 就是你射手所在位置 网上150米以上的单位他是无法锁定 这是他 呃 怎么说应该算是一个他的 计算机内部计算机的一个一个一个 设定吧就是防止你这个 呃 把这个 空中单位就是当成就是 搞混了 误误误误锁定了 因为他有专门的AA这个导弹吗 呃但是你在 备用的这个 就是 呃怎么说就是发射以后跟随你准心来移动的这种发射模式这种这种制导模式下 你 大佬啊就是那种高手可以手动用他去打飞机 就他不需要用AA不需要装用AA就是我直接 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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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上那个飞机打过去是可以的 啊当然这个需要一些技巧 所以泰坦他这个非常优秀啊这个导弹 他是 参他是这个参照的是现实世界中的以色列的那个 呃 spike spike那个导弹啊 但是他是 他他也没有说一模一样还是参照了 非常好用啊这个导弹啊只是说他 嗯 有点重啊他比那个那个那个玩儿重多了不过呢反正我认为是最好用的反弹的导弹了在这个里面 OK 好还是我们试一下我们这个平射啊打这个BTR 看看和这个的区别啊这个是一发打了个打残了没打掉啊我们看看这个啊 啊对他有一个缺点啊就是 就是就是就是他的锁定角比较小 就你我稍微一开你就不能锁了就你得一直要保持在尽量保持在中间他他稍微一开你就不能锁了 锁定呢 嗯 也不快啊说实在也不快 啊但是注意看他这个 屏幕上的标记啊当你点开锁定的时候 他左边那个地方一个导弹一个杠啊表示提示射手现在 还没有锁定你不要发射你发射的话他这个导弹就 呃不会锁定 啊但是他那个右比上面那个sick会打开表示现在是锁定模式 在锁定模式在sick打开的情况下导弹不会进入刚刚我说那个备用 制导方式就是你直纳达了导弹不会你 进行你直纳达了除非就是 丢失目标或者说你没有开锁定他就是你直纳达了 OK我们先用一个直射方式来进行一次试验 当锁定的时候 左边那个导弹一个杠的标志消失表示已经锁定你随时可以发射 直接机会 这就是差距 直接机会 因为你看他因为是热源锁定所以载具在炸了以后他依然会进行锁定因为那是一团火 所以只要是有热源东西他都可以锁定 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有热源东西 对吧只要是热源比较大的 人应该是不行了人那个热源太小了 但那种一团火也可以进行锁定啊 就有时候可能会 被干扰啊 可能会被干扰 载具啊其他载具也可以利用这个火来 那个打 对 还说一点那个防御性烟幕啊 这个 薄条就是那个防御性烟幕 就是坦克那个烟幕啊带那个锡薄条的那个烟雾 对于视觉引导的那个 PCML导弹 烟雾是成功率 几乎是100% 因为他打烟雾 他那个视觉 看不到目标了 他就丢失目标了 同时那个导因为那个导弹他没有 那个指哪打哪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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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导他就丢失目标就 就就往 之前那个位置过去打过去就肯定会打偏只要你在在动 而泰坦这个导弹因为是红外引导 他对这个房这个烟雾弹 这个坦克这个车载烟雾 他有40%的几率依然能够命中目标 他是这个游戏设定啊 就他 坦克打烟雾以后60%的几率可以干扰干扰这个泰坦导弹但是 还有40%的几率是无效的 导弹导弹会直接命中啊 当导弹被烟雾干扰的情况下导弹他不会切换到备用备用的那个引导方式啊 就说如果 你所见打坦克坦克没有找掩护而是打了一团烟 那么那个导弹飞过去如果被烟就是误导了他随便倒到其他地方去了 那那个时候他不会响应就不会跟你的这个鼠标进行动的 因为他导弹自己判定他 他认为他他依然是在工作他认为我那个方向是对的虽然他的目标是错的 他认为是对的所以他不愿意切换到 他不会去切换到备用模式 OK坦克的话我们用一次弓顶试坦克啊 弓顶模式 我们用这个第3日车吧弓顶模式的话第3日车好看一点 就是 效果好一点 看一下 先往上飞再往下 啊并没有摧毁啊 一发还是看样子还是差了一点意思啊 一发还是打不烂 对面那样是 红方的T100啊 也是一辆比较 比较厉害的主战坦克 至少我觉得比北约的强啊比北约那个什么mr mr一级来着比那个弯强 T100 那个那个红方的坦克所以一发还是打不烂 不过刚刚那个 对吧 至少那个发射模式各位看了一下 哦对了就是 对了再说一下 呃pcml他 嗯不是串联 战斗部 或者说他 反正 他就比如说如果坦克有那个格山 或者说附加装甲 他是没法先炸掉装甲再往里面打的 又是一个巨大缺点啊 但是泰坦不是他是 串联战斗部 他可以先就是他前面那个部分会先把格山和如果不是如果是那个平射模式下 呃 宫顶的话就不考虑了吧 因为宫顶一般好像这个游戏顶上有山格的好格山是顶上有格山的好像不多 还没有吧 反正在 普通模式下 他是串联战斗部先把格山或者负车炸掉然后里面再再大进去 啊所以他这个又又是一大优点啊我们再来发一题我们使用这个备用模式试一下啊 就是我不锁定我直接打 我试试看能不能打中那个那个车啊 我们先蹲下来 火啊对导弹和火箭呃导弹和rpg都是同理啊就站着射你可以射但是他会稍微有点晃啊 呃 蹲着射比较好 我不锁定我直接就这么打啊 你看我刚往往右边挪一点那个导弹就往右边挪去 呃 我们再换一发ap吧这个里面at已经打完了 ap的话呢就 呃比at的话呢就少了一个供顶模式因为他是反人员导弹对吧也没有必要供顶 所以他没有供顶模式 这个生产导弹要 也要成本嘛对吧这个呃反人员导弹你给他加一个这个宫顶的这种 呃计算机 就加个这个东西进去 你何必呢不需要 所以 反人员导弹只有一种就是锁定的直射模式 但反人员导弹可以锁定 对吧 啊或者是那个默认引导啊 不过这个坦克好像锁定不了 然后默认引导啊 反人员导弹的话呢他就比这个 呃 比这个 比其实叫火箭弹了吧他也不叫导弹了叫火箭弹了因为他一般一般也就是直接打过去了 呃他比这个怎么说 就 这个导弹去反人的话他的威力是在泰坦at 比泰坦at强 但是没有泰坦ap 那个 泰坦ap的反人是常看应该是最高的就是在这个导弹里面 火箭弹我就不知道火箭弹的话应该有更高的吗 呃 呃我们试一下我们打远一点随便打个随便打啊你看一下那个就是引导啊 注意看那个导弹看到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没有他是跟着我的准性在打 对吧他是跟着我的准性在转 啊这是泰坦了所以泰坦导弹 他除了重一点 然后没法对这个 呃 呃 呃谁说泰坦不好导弹不好我第一个反对他 OK 那 差不多了吧这就是 所有内容了吧我演示的都差不多了啊 讲完了 就这些了 那么 这期就到这吧感谢大家观众视频我是林青我们下期再见